台一NBA球星林舒豪20號出席洛杉磯購物中心的賀岁活動 這天也是NBA交易截止日 一直深陷交易傳聞的林舒豪最後確定蓄留胡人隊 對於未來計畫林舒豪表示 只想專心打完本季剩下的比賽 林舒豪大年初一在臉書PO上一段50影片引發網友熱烈回應 談到新年願望他表示希望家人身體健康 被問到有沒有包紅包給爸媽 他則是搞笑回應 我感覺我給他們很多東西 我感覺他們應該給我紅包包 賀物中心一早就擠滿球迷一堵好小的風采 林舒豪在活動結束後不忘和球迷合影留念 並用中文拜年展現十足請努力 中央社記者吳邪昌洛杉磯報導